小皇帝闪电侠合标61分 火烧六马 刚拿下本季MVP最有价值球员大奖的小皇帝詹姆士 昨天在主场领完奖 就和闪电侠韦德演出双轮秀 率领热火击败六马 在东区第二轮取得1比0领先 热火三王之一的龙王鲍许 因腹部拉伤 上半场提前退场 热火LCD连线吹了一脚 但小皇帝詹姆士和闪电侠韦德挺身而出合眼标分秀 下半场热火53分 韦德和詹姆士合标42分 上半场只拿6分的詹姆士 下半场打满24分钟 不但妙传助攻 更狂拿26分 第四节爆量16分 一个人抵掉六马全队整节得分 第四节倒数时刻 闪电侠韦德先祭出这剂麻辣锅 加上好朋友詹姆士把球救回 切入跳投命中 挡住六马反扑确保战果 热火最终就以95比86击退六马 至于拉伤腹部 学有机龙灰赌下座贵岛球场的龙王包曲 双势不明朗 今天将接受核磁共振检查 六马一哥葛兰杰 全场投石众议只拿7分 只有这个吉祥画面 众新闻综合报导 赌金讯尾